它是綜合集的 可能是我選情的理念 我來關注的一些情況 當然是我興趣的情況嘛 然後一些可能跟之前想像不太一樣的狀況 然後分享給各位朋友這樣子 然後也是一些進況的更新 然後說 喔 原來現在價格真的不錯 不然不能一直只是印象中我以為這樣子 欸 大家 我是天教 頂一拜非常 高興給大家介紹那一集我們的二手琴挑選攻略的一個方法 這樣這一集我們來分享一下說我對於這些我們這樣子 我們這次來買全新的吉他 有沒有什麼建議 有沒有什麼方法 有沒有什麼型號 標題可能會下一個 如果你想要買全新的北場Fender 這兩個 以下這兩個型號不要錯過 我們也不需要來賣關子 我們直接開頭破冰 我覺得買北場Fender 最華盛的兩個型號沒有之一 就是Jaga跟Jazz Master 接下來我們威威到來 為什麼會這樣子講 And Gibson 因為 其實這個說得很簡單 為什麼我會做這個主題 因為我很喜歡這類的琴 哈哈 所以接下來也是我這幾年買琴的一些心得跟分享 所以就是我為什麼會買這個琴 為什麼會喜歡 為什麼會來推薦 而且為什麼我知道這些琴會有不錯的價格 不管新來是二手的 甚至連全新 因為通常我們上次說 喔 你全新的話 你二手的話 又可以用很漂亮的預算買到每一場的 非Lasport的Gibson 或是 非Fender Strilecaster 或是Telicaster 的 的每一場Fender 之類的情況 那你說這次我們買新的狀況一不一樣 我們就要分享一下 好 為什麼會一是為什麼這個品牌 一是最熟 二我花了不少錢 好在這投資這些事情上面 所以 剛好來分享一下這幾年的心路歷程的變化 還有就說好地上現在有一把 這個十幾萬的 呵呵 Telor 814CE 台灣特別限定版 好在地上 另外我會不會後悔沒有買 每一場Custom Shop的Fender 或是Gibson 稍微有一點 因為我真的很好奇 那請會是什麼聲音 但是我同時解鎖了一下這個 木吉他 我的新世界我覺得這件事非常值得 然後我這邊重新 我們每個影片 不是說這一集貴這一集那集貴那集不是 所有的道理是相通的 所以 你在這一集 影片中看到我說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你知道別集影片中 你應該會聽過很多次 你不會只有這一次覺得是這樣子 改天就又換了一套 不對這個代表就前後不一 這個就代表一定有鬼 一定是我想要 騙你或是一定有某些好處之類的 所以這樣接下來我們討論這個話題 我們不會特別提及哪一間樂器行 一是 我目前沒有跟任何樂器行有什麼特約的合作 如果有 這邊就會有折扣碼 有什麼優惠連結 那我當然樂意出來分享 我也不怕讓你知道說我跟他有合作 那目前沒有吧 我也沒有說跟誰拿什麼東西比較便宜 所以我 我幫他廣告 我什麼 沒有 所以呢 頻道現在 你可以放心的收看 改天有優惠當然 何康到求佛對不對 都這種感覺 或是 某一間樂器行 贊助我拍影片 贊助我某一個型號的琴 給了我好幾把琴 那我拍影片 那當然我要特別提一下 但目前沒有 所以我們不會特別提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或許有時候我在某一間樂器行得知 的好康的價格 說不定 因為那是我所知道的最好康的價格 搞不好別間賣更便宜 只是我不知道 剛好一 可能我不認識 二人家剛好有活動 我不知道 或是說 剛好他出清某個琴款 這個真的是 你不可能24小時 全台灣海巡 做這件事情 就算你跟某一些樂器行的交情 也不會有這個狀況 加上你看現在我也沒有 所屬任何音樂教室 所以如果有的話代表是詐騙 請不要相信他們 我相信應該是不會有人說這種事 但我還是要提一下 各位相信我的觀眾朋友 因為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會有一些不肖分子想要來任何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能夠提的時候多分享一下 以便說有人盜用什麼名義來做什麼詐騙 或是留言給你說 私訊我還有好康 匯款給我什麼之類的 請不要相信沒有這種事情 沒有不會有任何類似的情況發生 不會有任何金錢上的交易 請大家放心收看這樣子 好 話要說回來 也是因為這個主題 因為我 為什麼會拍這影片 就是我前一天去 陪好朋友去逛樂器行的時候 聽到了一些很棒的行情 但是同時我也想要說 那個行情不一定是最棒的 我搞不好某一家 為什麼 我現在用手上的這個 每一場Fan的Stratocaster Ashbody 這個夠了吧對不對 來分享說我遇過什麼故事 從這個故事當中 這個故事不會是一個廢話 不會是一個閒話家產 它應該要是一個有內容 有這個公信力或是等等之類的 的這個影片這樣子 所以我來分享這把錢的故事 為什麼 你一定想說 我剛前面就講過 通常我們一個大方向原則上面來講 如果你買每分每場Fan的 很容易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折扣 尤其是這個每分Stratocaster最紅的型號 從你不管任何型號 連Performer 現在的每一場最便宜的款式 Performer 到每一場現在是 Professional 2 到現在甚至有Vintage 2 甚至還買到Vintage 1 或之前的Original 之類的各個版本 然後看光那個就是Deluxe Ultra Elite 各種型號 Elite竟然還買到 真的很有趣 這樣子 Deluxe也是 但是有沒有全新的琴 這個我不確定要看各月進行的庫存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就可能各大師的簽名琴 然後再上去Fan的Custom Shop 有時候會有一些特殊的週年限定款 或什麼特殊的特別的 好康的款式會出現在這個 可能是每一場的 Vintage 或是這個Elite 因為它主要是兩個取向 一個是Modern 一個是Vintage 我覺得這個也很乾淬 一是他們分規格上面 跟有時候也會有一些創新的 新科技 黑科技 但目前看起來好像Fan的沒有在這個部分 他們占非常上風 所以 我們 尤其我自己個人 跟國外很多玩家 大部分人 比較喜歡的是 依舊是Vintage取向 我要被動式的琴 我不需要主動式的琴 我也不需要你幫我 Modify什麼什麼的功能 我也不需要這個抗噪的 Noiceless pick up 因為它會做一些取捨 我也不需要什麼 單單雙 我都是要Classic的 傳統的單線圈 所以我就要Vintage 所以 常常我們在提的時候Vintage會是一個取向 就是 我不要那些現代的黑科技 或各種的新的功能 像以前有一陣子 Gibson 用那個什麼 那個RoboMatic 那個 自動調音 被騷爛 後來就又拔掉 所以就是有一個有趣的時期 這樣子 現在應該沒有那種琴 我印象中 新的每一場琴 應該是沒有那個 那個自動調音的功能 因為 尷尬的是 據說 尷尬 以下言論不知道從哪裡來 不知道哪裡聽到 夢到的 就是 調不太準 然後常常會 到頭來還不自己調 結果一樣 可是那個也是一個 額外的成本 額外的那個 跟現在很多車一樣 就是 它會多很多的 電子儀器 多很多的電路系統 但 我們每次最在意 就是又是引擎 馬力省油 空間等等的情況 還有安全性 結果都是 點了很多技能術 在科技上面 但是 我們最喜歡的人 還是一樣是動力 一樣是 外觀 一樣是各種的安全性 跟 舒適 內裝的舒適 跟豪華 奢華漂亮 對不對 就是蠻有趣的 這個廠商那個走向 是因為量比較省錢 我們不確定 還是說量子 可以市場上有個區分 不確定 因為大家做的科技術 跟進行術 其實差不多 所以這個還蠻有趣的 好 現在話說回來 這把琴 為什麼 我 很長一段時間 沒有每一場的Terry 我到現在 也還沒有每一場的SG Las Paul 之類的 其他琴款 我唯有的是木吉他 那個Teller的木吉他 這個也很後面 去年大概半年多前買的 那這把琴 為什麼我每一場 就兩把Strawcaster 你是很喜歡Strawcaster 沒有其實我沒有 一開始沒有那個想法 當初我先買Sector那把琴 剛好遇上初青 這真的是因緣機會 等好幾年沒有看過 然後突然就一起來 所以買完過不到兩個月 這把琴給我Outlet 可遇不可求 再也沒有出現 所以當初我本來想要去 是要買Terry 我說喔 每一場琴出青 太好了被我撿到 那我已經買完一把 Strawcaster形狀的琴 那我這一把 我要體驗一下 每一場Fan的 剛好看解鎖 每一場Fan的Terry 然後我要Rosewood Fingerball 因為另外一把 那一把是 Shaker那一把Traditional 是Maple的這個指板 蜂木指板 然後H Body 所以好 那我這次就來一個經典的Terry 好我來一個 Elder Body跟Maple Neck 當大分的Maple Neck 然後跟這個 Rosewood Fingerball 欸 然後或者是 居然是H Body Terry也是很香 對 那要加錢 結果跟我說 Terry賣完 不管什麼顏色全部 銷售 可能有人包走了 或怎麼樣 這個我們不得而知 現在那一批Terry去了哪裡 我也不知道齁 我一直沒聽過那一批 釋出的消息 蠻有趣的 但是我收到這一把 現在應該全部賣完了 應該同時間跟我一樣有幾把 這個 H Body的 梅廠 而且是最後一批 American Standard 的這個存貨這樣子 梅廠 Fender 這是我很喜歡這個 Spaghetti的這個頭 我不喜歡那個大 那個字體出的那個版本 就是我比較喜歡這種 漂亮的頭 這是我個人的見解 我個人的喜好 結果這把琴竟然出清了 於是 於是那一年之間 我瞬間破廢 買了兩把 每一場的Stratcaster 那這個故事在講什麼 就是我們曾經認為 不太可能出清的情況 還真的可以給我等到出清 而且在一個很神奇的時間間 而且同時一起來 真的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情 就像我去年 回台灣之後 我連續買了三四把琴 每一場的G&L 這個 Azart Classic 在那裡 最近我看到有人賣更便宜 真的超生氣 沒有開玩笑 但大概是這樣的事情 你看連買二手琴 都有 就是人家剛好 可能需要用錢 或是他最近可能在整理家中 要搬家 他真的需要 趕快出清 你就可以撿到一把很棒的琴 但是可遇不可求 所以我們得要會聚焦在 能夠穩定的買到的情況下 不然你什麼東西都肯出清 搞不好Custom Shop也有肯出清 如果你遇得到的話 就是這種情況對不對 這樣記得好幾年前 我記得應該五六年還是六七年前 有一陣子G&L超便宜 那個好像代理商之間 跟那個 好 六七行之間的一些 那個 那個 那個詞我不知道選什麼 選 那個 一些 互動 這樣就好 有一陣子 G&L超便宜 但那個時候我還大學生 我根本買不起 所以完全無法參與 這個狀態 然後最近呢 為什麼一直要拍這個影片 我們剛剛講的 唯一是順便分享一下我自己買 每一廠型的心得 另外一個是說 我最近陪朋友去樂器羊 然後就順便問了一下 欸 每一廠G&L的 價格 結果我都還沒開口 光看到牌價 哇賽 驚為天人 就是 所以我 剛一直不能夠說哪一間樂器羊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 我不確定這個行情 會維持到什麼時候 我也不確定 大家去現場 會不會可能最近漲價了 還是什麼賣掉之類 這個我就沒辦法保證 因為不是說我們現場連動 賣一把琴 你拿多少回扣 好如果這個的話就會有 即時情況更新 喔欸 賣掉賣掉 等一下會多少給你 如果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就會有即時 但沒有嘛 所以我們整個說 欸前天我看到 就跟有時候 假的說我下個月去日本 我去某一間樂器上看到 喔好康的 哪一把琴 漂亮的價格 出售 可是我現金不夠 可能我過 好幾年 或是過 不用好幾年 過兩三個月半年一回去 啊賣掉 喔之類的情況 這東西很難講 我就可以報到 喔在東京哪一間樂器養老 怕我根本還沒去過 但如果下個月的話 欸欸 在哪一間哪一間 啊可能你去的時候 搞不好也不用幾個月 喔一個月 兩個禮拜 一個禮拜 搞不好過三天 人家就真的賣掉了 因為促銷嘛對不對 所以 這個情況就很難抓 但是我這一次看到說 欸 有去喔 偷了一個小消息 最近每一場 Gibson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價格好像很動漲 喔 就蠻神奇的情況 然後呢 反而Fender這樣有點貴 就是那個Vintage 2 一把直逼每一場 Gibson standard 這件事情我一直不太 不太釋懷 不太爽 因為我覺得 架差上面有點差 但是台灣定價上有點接近 那我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最近每一場 Standard Gibson的價格還不錯 至少我看到了那一件 只是這個情況 如果你好奇是哪一件的話 應該會頻道上找到 有興趣 不然你真的 很好奇 受不了 你就留言給我知道 應該甚至其他的朋友 就會幫你回答 是哪一件 因為我 我會去樂器行 只有那幾件 大概是這種感覺 然後呢 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就順便確定 那幾件 然後剛好跟老闆聊天到 我可以跟老闆聊天的店 大概也沒有幾件 哈哈哈哈 大概是這個情況 然後說 欸 Jaga跟Jazzmatter 這個應該是我可以講的內容 我總不會過正的收到他們的電話 或是他們傳訊息給我 應該是不會 這兩個型號 相對來說 比較乏人問津 剛好我去問有初清行情 初清的價格飄用到一個可怕 甚至讓我自己很想買 是一把每一場的Jaga 話就至此就好 因為我希望說我到時候日本回來有點賢錢 如果有餘餘的話就去把它包下來 每一場Jaga 開玩笑 但是是新款的 是Professional 不是Standard 是Professional 所以它是那個 它這邊是一個滑桿 就是類似這種 我記得應該是4Way的 就是 四段 然後這邊只有一顆 就不是像傳統Band 那個 有一個Band 然後兩個轉軸這樣子 蠻有趣的 然後當初我很喜歡那一把 Johnny Maher的 Jaga簽名牌賣掉了 所以蠻有趣的情況 我也沒想過 哇 每一場琴 現在這個時代還會有初清的每一場琴 所以我剛好來拍一下這個影片 也是讓我重新 反省 重新整理 上次的影片 二手琴當中我講到說這個 Swapcaster跟Telly比較難初清 或者是這個 Lost Paul 熱門很多 相較來說 所以它價格比較硬 二手價也是 但是這一次我去發現 還真的有一些特殊的情況 或是說應該這樣講 辛勤的價格遠比我想像的低 應該要這樣講 這樣比較精確一點 那 那個 甚至有一些像 剛剛講Lost Paul 我有點意外 Lost Paul的價格 這樣跟Vintage差不多 所以相較來說 不知道為什麼 Gibson Last Paul Stand Fender 現在來買 我覺得跟你買Fender Vintage 2 在台灣至少我問到的價格 相對來說我覺得比較划算 話就說到這裡就好 相對來說我覺得比較划算 如果是我 我一定會買Gibson Last Paul Standard 這個沒什麼好講的 因為價格差不多啊 對不對 因為通常我們買Fender 就是有一個價差 雖然現在那個Vintage 2 價格有點貴 但是相較之下 而且都是軟期 但這一代Vintage 2 軟期無庸置疑 就是跟Lost Paul比起來 我還是想要選哪 我還是想要先入手 一把每一場的Lost Paul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 你可以說是收藏 你可以說是解鎖 那個整個 那比較叫鏡影術 那叫什麼 認知圖 認知的世界觀 來講 的這個情況 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 然後順道一提 我看到335 價格超級漂亮 甚至我覺得最近 ESP Original 就是日常 那個 最高系列的 那個 ESP Custom的那個 就是我們 認知中的 貴的ESP 就這樣講 就不是他的 其他的E2 或其他的產線 這樣子 直接那個 Original Custom的 那個價格 很漂亮的價格 我至少看到 這應該可以 不用隱瞞 就是因為 ESP的庫存蠻多的 歡迎大家去打包 我很想打包 但是 預算不足 所以就先 就不要再多問 但是這個好消息 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 我看到幾把 ESP Original 不到10萬 這個價格真的很香 超香 超級無敵香 日本做工 日本材料 日本那個 用好用滿 不到10萬 這價格實在 令人心動 在我收完 其他情之後 我也想要去入手 一把來感受 跟體驗一下 這件事情是 可以講的 然後那個 Las Polo價格 我們就透露到這樣 就是這種程度 感覺的優惠 就這樣就好 所以就是我有點意外 說Gibson Las Polo居然有這種 那麼漂亮的價格 然後順道一提 我也是順便看看 Gibson SG Standard 價格 跟我印象中的一樣漂亮 就是 你可以用很漂亮的價格 買到Standard 就是當然 我說 Las Polo價格已經很漂亮了 但SG價格 原本就跟Las Polo 有一個價差存在 依舊非常的亮眼 所以每一場的SG 讚 這個是我最驚豔的事情 那一生的ES335 也是 我超級驚訝 ES335 居然有那麼漂亮的價格 這個到顛覆了我 應該說 跟我之前所預料的 現在的 心情的售價 不太一樣 大家應該也不用 沒有什麼疑慮 是哪一間店 這樣子 我們就點到為止 就講到這邊就好 這是每一場Fender 這一次我去看的時候 就上個禮拜 我還沒有看到 新的那一批EPPhone 那一批我還沒看到 的這個情況 進來的價格 不確定會怎麼樣 但我希望 我個人私心認為 某個店家 有可能可以賣4萬以下 大概 我覺得有機會 因為算完售價等等的事情 依照他的 一貫的風格 我覺得有機會4萬以下 可以買到 全新改款 大升級 我因為像 最近有對車人研究 因為我換了一台新車 當然不是新的 是二手車 對我來說是第一台新車 我也第一次賣 人生中第一台二手車 就是我們家裡很老車 影片剪輯中 過真的在上 我想先上這一支 同一件就是今天 感觸良多 那話又收回來 那個車車價會有什麼影響 每一次不同車款 所以年份不一樣 每一次大改款 會影響前一代的價格 然後大家都會關注 就是大改款 到底有沒有什麼誠意 就是說 這一代改良了很多 我們一直敲碗的型號 一直敲碗的規格 敲碗的馬力 甚至售價很漂亮 之類的這個情況這樣子 大家都會關注 所以 這一次EPFONE的大改款 我就用這個買車的邏輯來看 就是 誠意十足 都沒什麼好講的 像之前有講過那幾把 EPFONE的簽名請 像那幾把 那幾把 那幾把 或是像那個 Kert Harman的那幾把 我覺得那幾把 都差了一點點 還是一直 沒有真正的一個痛擊 結果現在出了這個 新的系列 EPFONE inspired by Gibson Custom Shop 這個 無庸之以這個型號實在太 太太香 我也是很期待說 有人到時候出來賣二手 那 我就不是很 有興趣 因為想直接上每一場 但是先看一下那個 很特別的顏色 那個 SG Custom 白色 Custom 還有搖桿江三顆 Custom 八顆 我很期待那把賣二手 的情況 甚至還有355 更那麼特別的型號 既然不是出3355 直接出355 還有那個 那個白卡黑卡 Lasport Custom 黑色跟那個 白色型號 真的是誠意十足 該出來都出來了 真的連Firebird 都出來 這個我倒是真的很意外 因為我想說那個 應該不會是 出現的 就是簡單說就是 不太是我 預料中 會出現的型號 我是蠻意外的 當然也是給Custom 八顆 這次真的很香 我不是有給什麼 57 Classic 就 57 Classic 跟Burstbark 在這一次的改版面前 就相較來說就是 誠意不夠 但相較來說 現款的Burstbark Lasport 1959 19很香 的這個情況 因為我記得價差差300塊美金 當然那個實音器 跟等等的改裝 我是覺得值那個價格 但是原版的 就更香 大概是這種感覺 我記得當初最早出的時候 有出過899美金的版本 後來漲到999 我覺得可能為了 就是他不想再漲價 乾脆啦 大改款 改成1299 美金定價 就進台灣之後 關稅什麼之類的 詳情情以實際售價為主 但就是我非常期待那個系列 所以我覺得那個系列 你可以買 我覺得 如果你已經有Lasport 你已經有SG 當然SG應該很少人有哪一把 你可以直上來把 ES35 尤其對各位還在觀望 還沒上美產的朋友來講 那個價格實在是 不可思議 毀天滅地 毫無庸置疑 甚至可以在四萬上下出現的話 真的是 我覺得無庸置疑 那個配備 那個規格 那些特殊的型號 我們會在講 有硬核 有有硬核 這是硬核還改款多了 兩個方形 疊在一起 Gibson Custom 漂亮 這樣 有硬核 有特殊規格 有美廠電路 這就是我會想收的副廠型 不管你是 末廠 末廠的Fender 或日廠的Fender 或是這個 Made in China 或是Made in其他地方的EP Phone 你只要給到這些規格 我就會收 所以這樣那個申請 ES3555 Custom簽名請 我就會收 的這種狀況這樣子 就像這種情況 我覺得就是毋庸置疑 趕快收 趕快手刀去收 欸 順道理這次我有談到那個 Gin Root的 應該是CHAVELE的簽名請 蠻有趣的喔 那個感覺跟 我覺得 他藉在一個很特殊的位置 他跟那個 跟 Jackson有點像 每一場的那一把 SoloList SL3 有點類似 那個情況 所以就是他是一個 我覺得蠻 不錯的 我喜歡的NEC 因為我SPEED NEC 我覺得 速彈用的情景 不一定要很薄 但他要有 過我 我覺得要過我 反而可以讓我彈比較快一點 那是個人的見解 剛好那個型號 跟我的Coin合 他也有出那個 單單雙 超漂亮三組 我記得是 應該是 哪一組啊 SS L6 應該是6 跟JB 阿如果是兩顆的話 有說是 59JB 之類的 這個情況這樣子 那 就是我這次看到 情況 剛剛又發到說 剛剛那個Jazzmaster 跟Jaga 這次我去日本人會不會特別看一下 看看日本的行情怎麼樣 是不是跟台灣一樣是這種 Jazzmaster跟Jaga 因為這兩把錢的定價 其實在美金定價全金錢是一樣的喔 但是台灣的話都會有一些折扣 我不確定是因為大家的熱門錢款跟喜好不一樣 還怎麼樣 我想去日本 見證一下這些事情 而例如說這樣 這個 Gibson的SG 齁 在日本會不會有那麼漂亮的一個 架叉或是 剛剛像Lasport Special 之類的 在日本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不確定 但是我會去特別留意一下 然後這個買全新琴 的這個 狀況就是 這一次我看到說 我們總結一下 一個Gibson 除了Lasport以外 價格都很漂亮 但是這一次我發現 連Lasport Lasport的價格都很漂亮 現在好像是蠻全新琴的 然後Fender反而是這一次我沒有特 因為我好像這一次比較沒有看到 Professional 2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反而看到比較多的是Vintage 2 的這個狀況這樣子 因為陪朋友去他主要是看的是一些 他意思是找主動式電路 主動式的實音器 所以偏向就會像Jackson 像 ESP 像 Ibanez 日常 之類的這些可能 五萬六萬 七萬左右的這個Range 當然有看到十幾萬了 所以像這一次我看到 那個 ESP的 Mystic 很漂亮的一把琴 走Lasport殺手 路線 各種的那個 You know You know what I mean 的那個路線這樣子 也有彈到那個 這次好像沒有看到Snapper 我有看到Snapper 但是我沒有借來試彈這樣子 另外一把是什麼 M2 是M2 應該是M2 對 有看到Forester 但是我沒有 對那個朋友他沒有試這樣子 忘記為什麼 因為好像沒有搖座 他想要找大搖座型 這次他的選擇的目標是這樣子 不過Forester其實蠻帥的 剛好他沒有 試到 然後有看到我記得是 忘記了 哪一把千名琴 七弦的千名琴 日常 很漂亮的規格 跟很有誠意的那個 配置 但是他說他喜歡六弦 他不喜歡七弦 只好這次他選了這個範圍這樣子 還有試要什麼琴 主要大概就這一些 所以這次我們也沒有試彈 Lasport standard 也沒有試彈Fender Vintage 2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主要是陪朋友的事情 你不是去談爽的一動嗎 對阿 就去走一走 當天我有行程 前天有活動 第二天晚上我就趕回家 在他家借住一晚這樣子 所以隔天就回去了 所以我也沒有時間 就慢慢的一家一家 甚至去不同家 我就去了某一間店 某一家樂器廊的兩間分店 應該夠清楚了 所以我看到剛剛漂亮的價格 就在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 然後 這一些邏輯 所以也是最後又還是回來那個狀況是 我們都知道有一些琴款比較熱門 所以比較難有折扣 一些琴款比較相對來說比較 在台灣比較冷門 比較乏人問津 不代表他是不好的琴 因為每天定價是一樣的 新琴定價是一樣的 但是折扣空間可能會大一點 在這個情況 那第三點就是 我們一直在分享 就是 那個 我們先有了前輩那兩點 但是我們是先不要把 原則 把它卡死 因為的確你會有機會遇到 某一間店在出清某種情況 的那種就是 一言難盡 他到底什麼時候會出清什麼樣的琴 我們這個真的沒有人說 但相較來說熱門情況 相較來說困難一點 但是 其他琴款的出清機率會比較大 至於哪一間店會最便宜 這個又不好講 有時候那個你知道嗎 那個 有沒有出清 有沒有打折 有沒有優惠 有沒有活動的 價差非常的巨大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各位朋友 就是後比參加 然後如果你真的 發現 價格你不太行 然後那個 或是你覺得那個折扣 沒有什麼Fu 那我覺得一個 就是 快速離場 我這樣子也輕鬆 我不用在那邊僵持 或是那個 因為剛好現在沒有活動 那 我們也不用 在這邊 搓頭 我們就 好謝謝 感謝今天這樣子 我再看看 改天我再來 然後買個錢 我來支持一下 這樣這一次 我又多買了一包 Stream Joy 然後我又多買了一包 那個 DADARIO SL送朋友給他試看看 就是對於我們一個 入場費 一個誠意 當然你也可以空手走出去 但是我覺得 我還要支持一下 等到我 經濟更有餘育了 就進出這一把琴 我支持一下 大概這個情況 感謝大家收看 我的天高爾白載 就是最近我去分享 它是綜合集的 可能是我選琴的理念 可能是我在看的一些狀況 就是我在關注的一些情況 當然是我興趣的情況 然後一些 可能跟之前想像不太一樣的狀況 然後分享給各位朋友這樣子 然後也是一些 境況更新 然後說 原來現在價格真的不錯 不然不能一直只是印象中 我以為這樣子 然後因為店內不方便攝影 我們不像說去打草精神 去打擾你家店家的生意 尤其我們去的時候是週日 生意最好的時候 所以如果你其實在那邊 沒有經過同意就拍攝的話 就意思不太有意思 而如果你經過同意拍攝 你也 我覺得 要做的話 趕快先跟人家講好 再去做這些拍攝這樣 所以那天完全就沒有任何的 紀錄跟錄影這樣子 好 感謝大家收看 那拜再會 這是以上的一些簡單心得分享 如果你喜歡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留言分享 就會看到更多類似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 節目中某一個部分 或是覺得哪部分 我講錯了 沒有補充的很夠詳細的話 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再把訊息傳給你 或是在未來影片中 做這個修正跟改正 感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今天我對買美場心情 跟 不小心直接訂閱美場心情 買心情 剛好分享以美場為主的一些策略 如果你想看其他不同的型號 買末廠 買 買EPPhone 或是買日常之類的 歡迎留言 讓我之後再做功課 來跟你分享這樣子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特高老闆再會 拜拜